嗨 大家好 我是小玫瑰 現在是早上 我剛剛報完假訓完了 然後也發現一些很尷尬的事情 我跟C下面一邊 搬起來 Bee 卡卡拉 卡卡拉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玫 現在是早上的 10點53分 10點53分 其實這完全不是實況主該起床的時間 實況主該起床的時間應該是 下午2點吧 但是呢 因為呢 今天呢 我決定開始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想要開始拍我的 生活的Vlog的Live週記 所以呢 我就決定開始拍一些 比較生活型態的東西 不然我覺得如果我都沒有給我自己壓力 然後也都沒有目標說想要拍什麼的話 我的YouTube頻道 根本就不會出生活片 我覺得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因為我覺得 如果都沒有YouTube的原創內容的話 YouTube好像會變得很空虛 你們應該是對我的生活有興趣的吧 有吧 有的話在下面留言 還是 就是大家都覺得生活片不是很重要 我們就是只要實況 開車然後剪精華就好了 應該沒有吧 應該生活片還是蠻重要的吧 好啦 廢話不多說 今天那麼早起的原因 除了想要拍一些生活的東西之外呢 就是想要把我的生活拍給大家看之外呢 今天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報名駕訓班了 讚 不要驚慌 不要驚慌各位 不要驚慌 駕訓班的車子呢 副駕駛都是有教練的 而且教練要幫你踩煞車 所以不要驚慌 不要緊張 然後呢 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先出發 想要去買早餐 但是駕訓班的特別的一集呢 我們會另外 就是拍駕訓班特輯拍起來 所以今天的駕訓班過程 不會拍給大家看 就是請大家敬請期待之後的駕訓班的內容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先出門 因為它還是包含在我們的Live週記裡面 其實我還沒決定我的生活系列的Vlog要叫什麼 如果有名字建議的話 大家留言在下面給我好不好 我今天大概穿這樣 其實昨天開台的時候 後面穿好亂 昨天開台的時候 我是跟觀眾說我要穿 超級緊身上衣 因為這樣可能胸部會很明顯什麼的 但我覺得這樣好像真的攻擊性太強烈了 而且我們是要去 我們是要去學習的 我們要去當好好的學生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那麼激烈 我們就穿一般的T恤配牛仔褲就好了 出門 我們先來吃早餐 今天來要幫我拍 假期賣很多點 所以大家要 呃 出貨出了之後要記得去拍 好 有沒有寶寶寶寶 有 好 那我們先吃早餐 這事實上最有新的食物就是九層塔 我剛剛報完假訓班了 然後有發生一些有點尷尬的事情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先打電話去問 我就想說大家 上假訓班的經驗應該都差不多吧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膽去問 課程的一些東西跟一些內容 所以我一開始呢 是去板橋那邊的假訓班 然後就是板橋裡面其中一間 然後後來就發現他 因為可能他是學生數 人數是比較滿的 他就沒有辦法 呃 有比較彈性的上課時間 他就是必須要把時間 基本上的要固定下來 然後 呃可能如果你真的 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就是偶爾可以 調課啊 或者是請假幹嘛 可是基本上就是時間要 還是要先固定 然後 所以 呃板橋那個 那一間 我後來就沒有 就沒有 爆 因為 因為像基本上我很難時間固定 就可能 我可以在一個月內 就找到很多時間空檔 可以去 去學 然後去練習 可是 如果你要我就是這個時間 要完全固定的話 對我來說是 蠻困難的 所以後來呢 我又問了我LINE的群組 大家 然後 他們就又推薦我說 那不然你就去偏遠一點的 然後 例如說他可能 呃規模比較小 他就有可能 時間是可以比較彈性的 因為可能學生數比較少 所以 提床了 所以 呃 後來我就是又選了 呃 新店那一區的 教訓班 然後也報名成功了 然後沒想到 報名教訓班 居然要 有這麼多的流程 就是你還要去 體檢啊 然後因為要體檢 所以還要拍大頭照 因為我八百年前拍的大頭照 早就都已經弄丟了 所以 我可能也是要重拍照片 什麼的 然後呢 他們現在也有 呃 呃 固定的 呃開課時間 就是大家的 第一天上課時間 好像是一起的 所以他就是會一起開班這樣 然後呢 你就可以在 呃 好像是六月 六月八號 是第一天的上課時間 所以我現在就是 要 呃 要在六月八號以前 去進行這些 準備的動作 例如說去體檢啊 然後去準備資料啊 然後跟 給那個兩寸的照片 什麼的 就 就要先去準備這些東西 然後到六月八號 開始正式上課 覺得非常期待 然後 所以 我本來以為 說不定我今天就可以 碰到車子啊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到後來發現 噢不行 他已經是 統一六月八號的時候 就是第一天上課 所以基本上我今天 也不能幹嘛 我就是報名了之後 然後就 就回家 而且我今天本來 還有另外一個行程是 要拍 Instagram的 呃 業配 就合作 合作的圖文照片這樣 然後但是也是因為 等一下 看起來 一副要下大雨的樣子 然後剛好今天 我們選的景又是外景 所以今天又演了 所以我等一下 可能會去健身房運動一下 就是健身 對 那些人 爹 真的 我會去健身房 那些人 呢 Uran 你真的有技術嗎 我聽說 全是大月的 是大月的 還要過 體製 他的 皮革 最後就是 他那些人 然後弄一弄去然後 3點6分 所以我現在走過去 其實已經有點想遲到了 而且我發現我一整天 這一整天最重做的事情 就是在換衣服 我剛剛已經換了我下半身 是建設的褲子 但是晚上呢我今天要去上 現在才知道的節目 我又得要再換一套衣服 因為節目上 我一天到底要辦幾套衣服啊 我的媽呀 過馬路 我希望家裡也不要生氣 我希望家裡也不要生氣 就要撿一下 結果又不快了 不然還有用往上還要進去 你這樣往上還要用出去喔 我再去幾個了 不是 要去幾個 我靠在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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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月 我已經用來 這樣說不值得 我會不值得 我讓我買一開 我會買一杯 我已經買一杯 不值得 如果去年來 然後再進去 他開始後退 然後再進去 他會給他的 把他按進去 一angen去 一把他按進去 我超累 我今天送完回來了 然後 我基本上其實應該是要回家洗澡換衣服的 但是我剛剛看了一下節目的腳本 我發現今天去節目也要運動 就是大家選了一些 偏動態的電玩遊戲來玩 什麼final boxing啊 或什麼之類的 我今天上去 現在才知道啦 天啊 我現在已經累到語無人測了 我今天 是做六腳槓硬舉 然後舉到40公斤 然後又做了我最討厭的陰體向上 還有我最討厭的 我最討厭的TRX的核心 天啊我真的好厭世喔 我好累喔 好啦總之 反正因為我晚上也是要去運動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不用洗澡沒關係吧 反正我就髒 現在呢就是要把自己的妝 就再完整一下 因為其實我就上一點簡單的底妝 然後 然後把妝整理整理 然後整理完之後呢 我就出去吃晚餐 然後吃完晚餐剛好接節目 然後 其實我覺得實況主 像我這種類型的 實況主那個地方是在於 你的一天 要在 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後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因為 其實也不只是 我也不只是只有實況跟節目 像我可能還是有時候要拍片 然後有的時候有 Instagram的業配 所以就是 所以我覺得 就算 可能我今天不開台好了 我還是有很多 我必須該做的事情 要去做 例如說 可能我今天要貼IG的貼文 我已經三天沒發文了 我的天啊 但是我每天都有發限時動態 所以我就會 事實而已 給我自己一點壓力 然後要 我自己要記得 要發文這樣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最近在用的 蘭蔻 這不是業配 我一定在用的 蘭蔻的極光水 我覺得超級好用 因為它是 就是精華水的關係 所以其實基本上 早上你上一層精華水之後 妝就會 超好上 而且它其實是有加一點點 有加一點點酸類的東西 所以也會幫你代謝一些些角質 這一顆 這一顆腮紅也超級好用的 是倩碧的那種小花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叫它耶 小花腮紅嗎 然後它就是 本來是 那個菊花的 的樣子 但現在已經被我刷到 沒有那個花的紋路了 好囉 我差不多畫完了 其實我畫妝蠻快的 因為 我畫的地方 也沒有到 非常多 基本上可能就是 上個底妝 然後夾眼睛 但是因為 我待會要去吃飯 所以口紅還先不上 我通常都是 最後一刻要上節目的時候 才會上口紅 所以呢大概是這樣 但是除了 呃 除了臉的妝之外 其實我花最久的時間 基本上就是我的頭髮 我現在開始呢 要變個魔術 給大家看 這是我的頭髮 噔噔 這是我的髮片 因為我自己 頭髮沒有辦法 流到 就是我一直夢寐以求的 頭髮長度是在胸下 就是我又覺得 胸下的 呃 處於胸 胸線下的頭髮 我覺得看起來很性感 然後我又希望我自己的髮量 看起來可以多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們看到我出活動啊 或者是拍影片啊 節目實況 基本上我自己都會 再幫我自己加一個髮片 然後就會讓我自己看起來 髮量比較多 然後而且 頭髮比較長 所以其實我花最久的時間 基本上都是在整理我的 我的頭髮 就是反而我 化妝的時間 還沒有我弄頭髮的時間久 好 我要開始來弄嗎 所以大家也忍不住 我會送我們 做廓拿一下 他可以送我 來給我 沾東西 就去幾乎 可以帥 我做到 可能我會像 桃子 不… 我會讓你 我會感到 你 我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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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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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是想要做一週週記啦 不過因為後來我發現 如果我真的要一週全部拍起來的話 那我真的實在是 我一週就太瑣碎了 所以我就決定我每一週 我就是挑一兩天 然後比較忙的時候 就是事情比較 也不是比較忙 就有比較值得分享事情的那一天 然後來拍 然後拍了之後呢 就是再上傳給你們看 像我這週其實是 應該就是今天最忙 因為我今天就是還有去報考 報名假訓班 然後晚上還有節目 所以中間還穿插了健身啊 然後今天還有首播 所以其實我今天真的算是比較忙碌的一天 然後我這週其實也是外務比較多 像我明天又要跟Sandy他們去拍片 大家記得去看 然後禮拜五的話就是也是實況 然後六月也是實況 所以 基本上應該是就是今天的事物比較繁雜一點 真的是希望我們這個週記可以 一直的持續下去 我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 這樣子類型的影片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好像 還蠻好的 就至少可以告訴你們 我日常到底在幹嘛 因為像有些人他就是真的會很想了解實況主平常 就是除了打遊戲之外還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也可以記錄一下 然後就是 就是 就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平常的生活 下次再來分享一下我手機裡面都裝什麼東西好了 不然我今天本來想要跟你們講 我最近在做一個那個 就是 因為我現在不是有在健身嗎 然後我就是有 有在記錄我的 每日的攝取的卡路力量 在這裡 但是如果我要跟你們講這個的話 我就覺得我今天好像有點太漫長了 就是我好像 拍影片會 太久 所以我下次就來跟你們講一下 我健身的東西 然後可能也會放在週記裡面 就是 拍VLOGO的時候 可以跟你們聊聊 大概是這樣 好啦 那我今天的一天就差不多這樣子了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也希望這個單元可以持續下去 我每次都說 想要有個單元可以做很持久 但我每次 都做沒有很久 就 就決定想要換做別的單元了 總之大家最近就是看看吧 然後 希望它可以持續下去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啦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留言 現在是61%的人沒有訂閱 大家趕快訂閱訂閱來 然後也可以告訴我 你對於這樣子的影片內容 就是感覺怎麼樣 喜歡嗎不喜歡還是覺得步調太慢 還是 不知道之類的 Anyway 好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